目前挺林志堅 愿意出来讲的人 似乎在民进党内呢 人并不多 但会不会呢 慢慢的像接荣一样 一个一个出来呢 我们看到辅大助理教授 周伟航他也说 根据了明传大学的 网络声量的数据 分析7月4号到25号 包含了脸书 YT PTT这些内容 论文文事件 只有三篇是护航的文章 那立委的部分呢 有柯建敏啊 曾孕鹏公开的相挺之一 是事情大掉了 这跟以前很不一样啊 大千哥 因为呢 以前像是遇到这种事件的话 不管是脸书啦 YT啦PTT这些 应该有大幅的讨论 还有这个支持的文章才对 应该是会网军会出来 但这次很奇怪 包含一些网红 好像也都晋升了 没有多讲什么 所以也蛮奇怪的 但是对林志堅来说 他觉得很委屈嘛 他说他的资料是 陈明通老师交给余先生 他的学长现在也不讲名字了 余先生的 他说事情发生到这样 对他来讲很像是 好心好理心嘛 所以他觉得很委屈啊 其实坦白讲 余正煌并没有抹灭掉 林志堅提供资料的这个感谢啊 余正煌算是很严谨的 在他的论文里头有提到 而且是公开的感谢了林志堅 把他当时选举的民调给资料给了他使用嘛 所以照这样的说法说起来 也没有什么好心被雷清的问题啊 就事实上人家也谢谢你了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哦 我觉得这件事情当余正煌出来 跟林志堅要做直球对决的时候 这个胜负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了 特别是余正煌讲的几个重点 是相当有力的佐证 譬如说我们在中天节目 当时讨论论文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提出来过 余正煌的论文跟林志堅的论文 有一些文字是相同的 可是在余正煌的论文里头 他相同的文字背后有加注 这个资料的来源 但是林志堅并没有 所以到底是谁操谁 做谁问本来就应该这样嘛 到底是谁操谁 其实我跟亮哥都在学校教书 做一个老师你一看 没有知道就说 如果这个人他这个资料 他都可以找到消息资料来源 然后另外一个人找不到 那到底他们两个人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原始版本 其实这个答案清楚明显 那么更不要讲说 你现在这么多的1450 或者是这么多的网红KOL 他们其实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我们年轻的这一代 年轻世代跟这些新兴选民 其实都受过一定的高等教育 大家都有一定基本的 学术伦理的了解 就这件事情林志坚站不站得住脚 从这些人的表现就看得出来了 不要讲别的 光讲民进党内 除了郑文燦不得不讲个话 然后这个郑韵鹏不得不讲个话 那你跟其他人完全近身 就过去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 民进党内的这些立法委员 民进党内的这些政治人物 怎么会这么的安静呢 就原本大家就在观望了 这件事情大家可能本来就已经 重点就是在观望了 对 但是问题是当余正皇再出来 要跟林志坚直球对决的时候 我相信这些人都缩手了 这些人不仅是观望了 这些人可能已经 退到第二线在想说 先自保再说了 要怎么样做危机处理 要怎么样做损害控管了 我跟亮哥都是台大的出身的 事实上民进党内 有很多台大的政治人物啊 所以像罗文嘉要不要讲个话呢 范云要不要讲个话呢 像这个钟嘉宾要不要讲个话呢 这些郑立军要不要出来讲个话呢 这件事情已经牵涉到台大的学术尊严的 这个重要地位的问题了 这已经不是蓝绿的问题了 所以这些人到现在为止 都不敢讲话 除了一个同样出身台大的郑文彩 这个还在旁边帮腔 郑文彩没办法 他必须要挺他 我相信郑文彩现在 他是一个辅选的这个角色嘛 他总不能在这个时候跳船 说把林志坚留在船上 但是从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伟航周伟航教授所讲的 就非常的清楚 就民进党内这些人一反常态的 大家都静默 大家都旁观 冷眼旁观的时候 其实这件事情 谁是谁非 谁真谁假 已经非常清楚了嘛 那你更不要讲到说 林志坚到现在为止 什么都拿不出来 就是你真的要写一个论文 如果论文是你写的 刚才这个亮哥讲 你至少跟教授 会有一些email的往来啊 问题是你忽然之间 当大家跟你要email往来的时候 你就这么巧告诉我们说 你的台大账号删了 这当然会让人家觉得 有毁思灭迹的嫌疑啊 你就是死无对证了嘛 就原本如果你留有你的台大账号 通常学生跟老师 进行论文的讨论 都是用自己学生的email的账号 跟老师的email账号来对话的 那你如果留下来了 这中间的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论文来回 譬如说 以我自己当指导教授为例 我的学生他们论文的draft 出稿一定是先用email给我 我看完之后 我认为要改的地方再通知他们 所以事实上 这个一来一回 当然就可以证明 你的论文的时间点 发想的时间点 研究的时间点 跟最后完成的时间点 跟最后完成的时间点 可以就email的来回就看得出来 可是他就这么凑巧 台大从来就没有删过学生的 这个email账号 没有这件事 但是他的就不见了 然后呢 那你都不见了 你好歹有一个 这个论文的这个档案吧 UBS应该有吧 USB没错 你的电脑里面也会存吧 没错 这才是关键问题 我觉得最巧的 最妙的就是 如果接下来余正煌 拿出了他的email的 相关的这些资料 或者他拿出了USB 比如说他第一个版本写什么 第二版本写什么 他只要把版本拿出来 那就知道了 到余正煌拿出来这些的时候 那对另外一个人来说 就是一枪毙命了 所以其实以我们自己写过论文 我写过论文 这个亮哥写过论文 我们到现在可能都还留有 我们当时的论文的这个档案 我们可能存在好几个地方 我们除了有这个纸本之外 我们可能也有存档 因为我们怕 所以纸本不见了 或者是将来 我们有可能拿我们的论文 去发表文章 所以我们需要那些资料 所以我们到现在都留的档案 可是你现在这个林志堅 连个档案你都拿不出来 你既没有档案 又没有email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叫民进党谁敢挺你呢 好 我们再问一下董哥 因为包含了前立委沈富雄也说 他说如果这个情况 山崩地裂的话 甚至在总统动口之前 林志堅就不得不退选 但是看到昨天下的时候 一群人都进了总统府 那总统也说了 就是要以证据为基础 向各界说明 但是意思呢 就是全党现在定调 要来挺林志堅 那但是呢 刚刚亮哥也说啦 因为这个礼拜开始 可能接下来一个星期 大家会看到陆陆续续 有一些的民调就会出来 所以是不是这个民调 如果出来之后 林志堅他往下掉 掉得很难看的话 这个还能不动摇吗 因为剩三个多月了 11月26号投票 那当然因为最近有很多的讲法 对林志堅越来越不利 所以总统他代表行政体系 找立法体系的柯建明 再找党的体系的林喜耀 然后再找竞选总部体系的郑文燦 郑文燦全力拉台嘛 对不对 所以他把所有体系来都 我是挺他到底啊 这叫做婴妈啦 婴妈跟柯霸这些人讲 柯霸要练正确 不要练台语喔 练台语就练错了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喔 好 那现在我挺他到底了 你们明白老梁的心意了吧 知道了 那其实谁最体察上意呢 当然是陈明通 7月5号王鸿为剑 揭发的是中华大协议 然后接着第二天 黄洋明我们资深的记者 揭发的是台大 对不对 那台大一出来的话 陈明通就定调了 我们这个是资料送 借给余震皇 然后余震皇就是那个 意思就是余震皇抄了 那陈明通为什么敢这么讲呢 第一个 我国安局长管调查局 调查局长都要听我 你是我的部署啊 你是我部署的部署 余震皇你是我部署啊 第一个 这个很关键 而且我是你的指导教授 第二课更关键 你还有博士论文在我这里耶 你受识练完了 对不对 你的受识论文指导教授 虽然不是我 但是我是你的口试委员嘛 我是你的首长嘛 对不对 那你现在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是我 你还要等我给你博士耶 懂不懂 所以我相信 我现在的隔空串阵 你会听进去的 我就定调了 就是你抄袭 林志坚 那抄了林志坚以后 你比他早半年毕业 那我现在把这个定调了以后 你最好的方式 第一个默认 第二个就不见中影 不要出来 收山道士 那 没想到余震皇 不愿意啊 他沉默了三个多礼拜 你们越讲越离谱 对不对 你们越讲越离谱 变成是我在抄袭 天下哪有这种事情 所以今天整个事态 已经很清楚了 就是蔡英文认为说 我们既然已经提名了 那我们接下来 现在民调虽然有调 可是我们还有办法去操作 过去我蔡英文民调 输韩国医多少 我还不是把它操作回来 对不对 所以整个情况对我们有利 也许你的竞选总盖 是裴洛西马上就要来助政了 是不是 把这些东西考虑进去 民进党就觉得没错 你不停住的话 那不只一师五命 一师十七命 一师十七命 民进党提兵了18个地方的 县市首长 对不对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这样的话 对民进党整个险情的 外遇效果是不利的 构计的外遇效果都是正面的 这一次的外遇效果 就会负变了 今天王世坚也讲了 王世坚说 各位朋友你想想看 你现在一个房子 你发现你的建筑师 他的论文是抄袭的 你房子敢给他盖吗 盖好你敢住吗 王世坚今天讲 民进党怎么会 没有人出来反对呢 有啊 对不对 高加约反对 你刚刚说 那个郭正亮教授 阿亮哥你 你跟民进党比较熟 他不是跟民进党比较熟 他是民进党的好不好 他是民进党籍的好不好 我跟你讲 这个和党籍也没有关系 沈璐熟过去是民进党大佬 大家对他也很尊敬 他不管他的协经力 或他的智商都是非常高的 他说如果这次台大 要做出违背良心这事情的话 我也是台大 那我站出来号召大家上街头 这个已经离谱到这种地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大也不是没有人啊 那你今天如果像过去 施平德他们在还扁的时候 施平德是被糟蹋到满地找牙 对不对 说他跟共产党有什么交接的 说他家怎么样 去侵占别人的房地产 什么都有 抛弃他的老婆 什么怎么样 所有污蔑全部来 施平德挺住了 他虽然遭到很多污蔑 那今天呢 今天你可以看到 情况越来越来越化 只要跟民营党 不对盘 没有照他的话讲哦 宜正黄 下来一定会遭到报复 这大家都了解的 那现在呢 现在就好像我们 等一下可能会谈到林哲仙 现在无缘无故遭到报复 他是受害人他也没讲什么 他只是摔伤了肩膀去开刀 从头到尾他也没讲话 他被起底被那些人修理 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 民进党为我独尊 倒行逆施 倒反黑为白 他简直已经 让人家觉得匪夷首师了 这个党到底要把台湾 弄到怎么样的地步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baby、儿童、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